他常以素质差,工作忙为由,不写经历文章 神话皆是,他对待写文章的态度有了转变 通过实际操练,他发现了自己什么问题 他的观点有了哪些扭转,又有了什么收获 最近,看到弟兄姊妹都在写经历文章见证神 我也想操练写文章 想想自己信神多年,享受了神话语的供应 也有一些经历 我就想利用灵修的时间去写文章 可每次我写个开头就写不下去了 心想我也经历了几次撤换,失败跌倒 也临到很多对付修理 多多少少有一些经历吧 这怎么一写文章就一贫如喜呢 特别是写到对神话的认识 对号神话是怎么解剖认识自己的 从神话当中找到了哪些实行路途 后来又是怎么悔改变化的 写到这里啊,就写不下去了 就这样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 到最后也没写出来一篇文章 我觉得写文章太难了 另外,戴玲也知道我素质差 没有思想 我还是别难为自己了 我每天有很多事需要处理 心也静不下来传播神话 再说,有些弟兄姊妹素质好 有精力会写文章 让他们写就可以了 不差我一个人 就这样,我彻底放弃了写文章 有时,弟兄姊妹也提醒我 有时间可以写文章 我还不耐烦 甚至都不想回复人家的信息 渐渐的,我灵修也不正常 看神话,也没有圣灵的开启 摸不着神了 工作中很多问题 看不透也解决不了 接连不断地出现问题 我心里压力很大 特别痛苦 我就向神祷告 愿神开启带领我 能是我认识自己的问题 一天灵修时 我看到了神的话 追求真理 这是自愿的事 你喜爱真理 圣灵就做工 你心里喜爱真理 不管临到什么逼迫患难 都能祷告神 依靠神 都能反省自己 认识自己 发现问题 就能主动寻求真理解决 这样就能站住见证 这些表现 都是因为人喜爱真理 自然就能达到的 都是人自愿的 甘心的 没有人强迫 也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人能这样跟随神 最终得着的是真理 是生命 进入的是真理实际 活出的是人的样式 你如果没得着真理 不管你讲多少理由 借口 都不成立 就是神不搭理你 那些理由 你爱怎么讲理 就怎么讲理 爱怎么折腾 就怎么折腾 神搭理你吗 神跟你这样的人 对话吗 神跟你辩论 探讨吗 神跟你商量吗 答案是什么 不 神绝对不会 你的理由再充分 他都不成立 你不要误解神的意思 认为自己能找出 各种理由借口 就可以不追求真理了 神是让你在各种环境中 在临到的每一样事上 都能寻求真理 最终达到进入真理实际 得着真理 不管神给你摆设了怎样的环境 你临到了哪些人 哪些事 你身处怎样的环境 你都应该向神祷告 寻求真理来面对这些事 这些正是你追求真理 该学的功课 你如果总找理由推脱 逃避 拒绝 抵抗 那神就放弃你了 你耍蛮 打横 讲理都没用 神不搭理你了 你就会失去蒙拯救的机会 在神这儿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神对待任何人都有安排 都有解决的办法 神不跟你探讨 你的理由借口是否成立 也不听你辩解的理由 是否合理 神就问你 神的话是不是真理 你有没有败坏性情 你该不该追求真理 你只需要看清楚一个事实 神是真理 你是败坏人类 你就应该主动地寻求真理 任何的问题难处 任何的借口理由都不成立 不接受真理 你就灭亡 阿们 阿们 神的话一下子点醒了我 追求真理是个人自愿的事 是 不应该为自己不写文章 不追求真理找各种理由借口 哪怕理由再正当 神也不堪 是 神希望我们在各种环境下 在每件事上都能听神的话 顺服神的要求 这是我该做的 神还说 你信我的本职工作 就是为我做见证 对我忠心无二 顺服到底 阿们 见证神 这是神的要求 也是我们每个经历神做工的人 必须尽的本分 是 不管我明白真理深浅 我不能埋没神在我身上做的工 应该把自己 信神得到的收获 写出来见证神 对呀 虽然我写文章 会遇到很多难处 但这些问题 正好是我对自身的败坏缺少 没有认识的地方 更需要我安静下来 揣摩神话 寻求真理 可我呢 不主动地寻求真理 不在传播神话上去下功夫 反而找各种的理由 借口 排斥抵触 还一个劲地说自己 素质差 工作太忙 没有时间 觉得不写文章也正常 有时 弟兄姊妹让我写文章 我还不耐烦总推脱 甚至 都不想回复人家的信息 现在静下来想一想 虽然做带领 方方面面的工作都需要做 但不是所有的问题 都是着急处理的 很多事可以抽时间做 是 并且有些事物性工作 不用花太多时间就能做完 也不至于 忙到连写文章的时间都没有 是 这都是我找的理由和借口 我觉得 做这些事物性工作 顺手 清醒 不用费心费道 而写文章 不是自己擅长的 我就总想逃避 甚至还以带领 知道我素质差 没有思想为由 不写文章 我真的太能讲歪理 没有理了 其实 写经历见证文章 能促使我们在追求真理上 下功夫 通过揣摩神话 寻求真理 解决自己的败坏性情 达到办事有原则 能更好地尽自己的本分 是啊 写文章见证神 这是我们的责任与本分 没有任何理由可讲啊 是啊 神说 神是真理 你是败坏人类 你就应该主动地寻求真理 任何的问题难处 任何的借口理由都不成立 不接受真理 你就灭亡 阿们 我才认识到 我活在各种理由借口中 不寻求真理 不接受真理 就彻彻底底把自己断送了 最后的结局就是灭亡 是啊 这种情形真的太可怕了 是 于是 我就赶紧向神祷告 神啊 我才认识到 我不是接受真理的人 我看了那么多神话 听了那么多讲道交通 却没有一点真理实际 也不愿意操练写文章 见证神 真是蒙羞惭愧 现在我认识到自己的缺少不足 愿意扭转这个不对的情形 往神的要求上够 后来 我就向神祷告寻求 到底是什么原因 使我不追求真理 不愿意写文章见证神呢 繁星中 我看到了神的话 全能神说 有许多人信神 只注重为神做工 只满足于受苦付代价 却丝毫不追求真理 结果信神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对神的做工 都没有真实认识 也谈不出对真理 对神话语的任何经历认识 聚会时 想谈点见证 都无话可说 对自己能不能蒙拯救 完全就是个未知数 这是什么问题 不追求真理的人 就是这样 不管信多少年 都不能明白真理 更不会实行真理 一个丝毫不接受真理的人 怎么能进入真理实际呢 有些人就是看不透这个问题 他们认为 讲字句道理的人 如果实行出真理来 也能进入真理实际 这话成不成立呀 讲字句道理的人 本来就不明白真理 又怎么能实行出真理呢 即使他行出来的 外表看没有违背真理 是好事 是好行为 但这些好事 好行为 怎么能称得上 是真理实际呢 不明白真理的人 就不知道 什么是真理实际 他把人做的好事 人的好行为 都当成是实行真理 这是不是荒唐啊 这跟宗教人的思想观点 有什么区别 像这类领受偏谬的问题 该怎么解决 首先得根据神的话 明白神的心意 知道什么是明白真理 什么是实行真理 然后才会看人 分辨人 才能看出 人到底 有无真理实际 神做工拯救人 就是要达到 让人明白真理 实行真理 这样 人才能脱去 败坏性情 才能达到 按原则办事 进入真理实际 如果你不追求真理 只凭观念想象 满足于为神 花费 受苦付代价 那你所做的这一切 能代表你实行真理 顺服神吗 能证明你有 生命性情的变化吗 能代表你对神 有真实的认识吗 这些都代表 这些都代表不了 那你所做的这一切 代表什么 只能代表你个人的喜好 个人的领受 个人的一厢情愿 都是你自己喜欢做的 愿意做的 你所做的一切 只是满足了个人的欲望 个人的心智与理想 很显然 这就不是在追求真理 你的所作所为 与真理没有丝毫关系 与神的要求 也没有丝毫关系 你的所作所为 都是为自己 为自己的理想 为自己的名誉地位 在做工 在打仗 在跑路 这就完全跟保罗一样了 阿们 神审判揭露的话语 让我感到无地自容 扎心难受 想想自己心神这么多年 读了不少神话 也经历了一些 失败跌倒 修理对付 但我没有写出任何的 见证文章 也谈不出 对真理 对神话的经历认识 这就是因为 我不追求真理 只满足于 外表的受苦付代价 把自己负责的 这些工作做好 别出现什么偏差漏洞 因为每天要处理工作中 大大小小的事 如果我晚一会儿处理 我就怕弟兄姊妹 说我不做实际工作 不解决实际问题 万一被带领知道了 把我车换了怎么办 想到这些啊 我就放弃了写文章 放弃了揣摩神话 甚至放弃了早晨的灵修 觉得写文章 会拖延工作的进度 有时 早晨起来 我想灵修一会儿 可当我打开电脑一看啊 各种消息需要回复 我就直接放弃了灵修 开始回复处理各种问题 事实上 有很多问题 不是马上就得处理 抽空回复也不会耽误事 可我却因为忙着 处理事故工作 把吃喝神话 揣摩神话的时间 都给放弃了 还觉得自己 对本分负责任 有负担 是能做实际工作的人 其实 我就是想利用 外表的受苦付代价 让人高看崇拜 我这哪是在尽本分呢 就是想借着尽本分 来维护我的名誉地位 满足我个人的野心欲望 这走的 就是抵挡神的道路啊 是 我明知道 写文章的过程 就是寻求真理的过程 可我不追求真理 不愿意操练写文章 见证神 每天忙于做事 即使能挤出时间 也找各种理由 借口不写文章 这不是效力吗 我自己不在追求真理上 下功夫 只注重做工 导致弟兄姊妹 在尽本分中 也不注重生命进入 林道士不反省自己 也不会根据神话认识自己 这不是把人 都带得偏离神心意了吗 是啊 想想神说 你的所作所为 与真理没有丝毫关系 与神的要求 也没有丝毫关系 你的所作所为 都是为自己 为自己的理想 为自己的名誉地位 在做工 在打仗 在跑路 这就完全跟保罗一样了 我反省自己啊 走的就是保罗的道路 天天就注重于做事 做自己喜欢顺手的工作 而在神要求的 涉及真理实质的工作上 我不但不寻求真理 还厌烦逃避 只为满足自己的地位 心在做工 走的 就是与神敌对的道路啊 是啊 这样走下去 哪怕做工再多 最后也会被神淘汰 认识到这儿啊 我有些害怕 想尽快扭转这种情形 那天灵修时啊 我看到了神的话 厌烦真理的人 最明显的情形 就是对真理 对正面事物 不感兴趣 甚至还反感 厌憎 他们特别喜欢追随潮流 对神所喜爱的事物 对神要求人做的 不是从心里接受 而是不屑一顾 冷漠对待 甚至有些人 常常鄙视神 所要求的这些标准 原则 他对正面事物反感 内心总有一种 抵触 对抗 鄙视的情绪 这就是厌烦真理的 主要表现 在教会生活中 读神话 祷告 交通真理 尽本分 用真理解决问题 都属于正面事物 是神所喜悦的事 但有些人 就是对这些 正面事物反感 无心搭理 不屑一顾 这是不是厌烦真理的性情 是不是败坏性情的流露 有很多人信神 就喜欢为神做工 热心跑路 发挥恩赐特长 随从喜好显露自己 有使不完的劲 当要求他实行真理 按真理原则办事实 他心就凉了 热心也没了 不让显露自己 就感觉没劲了 就消沉了 显露自己 为什么有劲呢 实行真理 为什么没劲呢 这是什么问题 人都喜欢出头露面 都贪图虚荣 信神为了得福 得赏赐 人都有使不完的劲 为什么实行真理 背叛肉体 人就没劲了 就能消沉 这是因为什么 证明人的心有掺杂 信神完全是为了得福气 说白了 就是为了进天国 如果没有什么福气 利益可追求 人就没劲了 消沉了 什么热心也没有了 这都是厌烦真理的 败坏性情导致的 阿们 阿们 神的话 让我明白透亮了一些 我总逃避写文章 不愿意在追求真理上 下功夫 这都是厌烦真理的 撒旦性情所导致的 是 我明明知道 写文章见证神 这是神的要求 写不了深的 可以写浅的 是 只要文章实际 有经历认识 对人有造就就可以 写文章 是见证神的做工 是怎么在人身上 达到果效的 神的话 是怎么解禁人 拯救人的 怎么解决人的各种难处 和败坏性情的 神特别保爱人的见证 好的经历见证 最能让神心得安慰 是啊 所以 神希望我们 能把自己的经历收获 写成文章来见证神 可我呢 不在神的要求上下功夫 总找各种理由 推脱拒绝 我流露的 不就是厌烦真理的 撒旦性情吗 是 原来 不写文章 是受厌烦真理的性情支配的 以往 我从来没有这样反省过自己 还觉得只要正常尽着本分 不写文章也不是大问题 这样一交通 才看到问题的性质严重了 是啊 想想 想想 神对厌烦真理的性情是怎么看的呢 黎秋时 我看到了神的话 厌烦真理的人 是什么人 是不是抵挡神 与神作对的人 即使他不公开抵挡神 但是他的本性实质 是否认神 抵挡神的 这就等于公开地告诉神 你说的话 我不爱听 我不接受 因为我不承认你的话是真理 所以我就不信你 谁能给我利益 给我好处 我就信谁 外邦人是不是这样的态度 你对待真理的态度 如果是这样的 这是不是公开与神敌对 你公开与神敌对 那神还能拯救你吗 就不能了 这就是神向所有否认神 抵挡神的人 发怒的原因 一个人厌烦真理 这无疑对他的蒙拯救来说 是一个死穴 这可不是能不能饭恨的事了 这可不是一种行为 不是一时的流露 而是人的一种本性实质 神最厌烦的就是这类人 你如果有偶尔的败坏流露 那你得根据神话 省察你这个败坏流露 是出于对真理的反感 还是对真理的不理解 这需要寻求 需要神的开启帮助 如果你有厌烦真理 这种本性实质 从来都不接受真理 还对真理特别反感 仇视 那你就麻烦了 肯定是恶人 神不拯救 阿们 阿们 神的话 只赐我的心窝 厌烦真理 是公开抵挡神 公开与神敌对 我口口声声喊着 我信的是全能神 祷告着全能神的名 吃喝着全能神 所发表的真理 每次聚会 交通着神的话 跟弟兄姊妹传讲的是神的话 而我行出来 所活出来的 却不根据神话 不按照神的要求做事 而是对真理心生反感 这怎么能接受真理 实行真理呢 信神 只有接受真理 才能蒙拯救 是 可我却对神所发表的真理 不喜爱 内心深处 是与神敌对的 就这个厌烦真理的 撒旦性情 就能把我断送了 这才看到 厌烦真理的性情 真的好可怕 是蒙拯救的死穴 是 这时 我就来到神面前 向神悔改 神呢 因着我厌烦真理 不注重写文章 不注重在追求真理上 下功夫 现在我认识到 厌烦真理的性情 让你验证 我愿意悔改 好好追求真理 愿你带领我 感谢神 后来 我又看到了神的话 如果你心里 真喜爱真理 就是素质差点 缺乏点见识 有点愚昧 常常犯错 但没有故意作恶 只是做了一些 愚昧的事 你的心愿意听神 交同真理 你心里渴慕真理 你对待真理 对待神话的态度 是诚恳的 是渴慕的 你能够保爱 珍惜神的话 这就够了 神就喜欢这样的人 虽然有时 做点愚昧事 神也喜欢你 神是喜爱你 渴慕真理的心 喜爱你对待 真理的诚恳态度 所以神就给你怜悯 一直施恩于你 神不看你素质差 不看你愚昧 也不看你的过犯 就因为你对待 真理的态度 是诚恳的 是渴慕的 你有一颗真心 就看在你这颗真心上 看在你这种态度上 神就会一直怜悯你 圣灵就在你身上做工 你就有蒙拯救的希望 阿们 阿们 这段神话 听着心里挺受感动 明白神的心意 就不会总受 素质差的挟制了 是啊 神的话 点行了我 给了我实行的路途 我心里亮堂 释放了许多 神不验证人的素质差 不验证人的愚昧 只要人有 渴慕真理的心 对待真理 有诚恳的态度 就有神的怜悯 是 看看身边 有的弟兄姊妹 素质也一般 但他们渴慕神话 于是能用心揣摩寻求真理 他们对待神话的态度 是诚恳的 具有神的怜悯和带领 最后 就能写出经历文章来见证神 听了特别的感人 还有的弟兄姊妹 接受的时间不长 在尽本分中 不管临到什么难处 都不逃避 而是能顺服神的主宰安排 依靠神 寻求真理攻克难处 最后 做出了感人的见证 还有的新人 流露败坏时 注注寻求真理 读神话 反省认识自己 听他们交通的认识啊 也挺真实实际的 是 神不看人信神时间长短 不看人愚昧素质差 就看人是否追求真理 是否喜爱真理 是否可慕真理 是否用真诚的心 来对待神话 素质差不是死病 关键是看我们 有没有一颗 喜爱真理的心 能不能接受真理 实行真理 是啊 神是信实公义的 神不看人的素质好闹 只要我们能可慕真理 往真理上够 明白多少就实行多少 也能获得圣灵的开启光照 领受能力 看识能力啊 也会有所提高 是 我不应该受素质差的挟制 找各种理由借口 逃避写文章 我愿意用心吃喝神话 经历神话 把自己的经历 写成文章来见证神 感谢神 后来我又看到一段神话 对神的心意明白了一些 我来读吧 好 接受真理 追求真理 是达到蒙拯救 最现实的路 最实际的路 如果不能得着真理 信神也是虚空 那些空谈自居道理的人 总喊口号 唱高调的人 总守规条 不注重实行真理的人 信多少年 也没有什么收获 哪些人有收获呢 真心尽本分 肯实行真理的人 把神的托付 当成自己使命的人 甘愿一生为神花费 不为自己图谋的人 脚踏实地做人 顺从神摆布的人 这样的人 在尽本分上 能掌握真理原则 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 都能达到 见证神的果效 能满足神的心意 他尽本分 临到难处时 能祷告神 摸神心意 能顺从神的摆布安排 在做事时 能寻求真理 实行真理 他不喊口号 不唱高调 只注重脚踏实地的做事 一丝不苟地 按原则办事 他用心去做每一件事 去体会每一件事 在多数世上 都能实行出真理 经历过后 就有体会 认识 都能学到功课 有真实的收获 当他产生一个 错误的想法 他就能祷告神 寻求真理解决 无论明白了什么真理 他都有心得体会 都能讲出经历见证 这样的人 最终就能得着真理 那些没心没肺的人 心里就不琢磨 实行真理的事 他们只注重出力 做事 只注重表现自己 显露自己 从来不寻求 怎样实行真理 这就很难得着真理 你们揣摩揣摩 到底哪类人 能进入真理实际 务实的 脚踏实地的 用心的人 这类人 一方面比较注重现实 比较注重运用真理原则 做事 另外 凡事都注重讲究实际 比较务实 喜爱正面事物 喜爱真理 喜爱实际的东西 这类人 最终能明白真理 能得着真理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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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神话中啊 我明白了 追求真理的人 注重在神话上下功夫 常常揣摩神话 实行神话 能从身边临到的人事物中 寻求真理学功课 是 经历过后 都有一些收获 而写文章 是促使我们来到神面前 揣摩神话的一个最好途径 这是和神心意的事 是 明白神的心意后 我有了负担 心里对写文章也有了动力 觉得应该尽好这个本分 来安慰神的心 写出好的经历文章 能见证神 能让更多的人得到益处 这是有意义 有价值的事 是 也是我该尽到的责任 之后 我就每天计划好当天的工作 按照轻重缓急 定好哪个时间 处理哪些问题 一有时间呢 我就吃喝神话写文章 刚开始写的 也都是流水章 对神话的领受认识啊 也写不清楚 并且写的也比较浅 这时 我又想放弃 不想写了 也不想揣摩神话了 我就向神祷告 神啊 我不愿意放弃 我愿意好好揣摩你的话语 能明白多少 先写多少 边经历边写 是 我不愿凭着败坏性情活着 愿意把你在我身上所做的工作 写出来见证你 阿们 感谢神 感谢神 这样祷告后 我心里安静了许多 当我静下心来 传播自己的情形 传播神话时 一有亮光 我就赶紧记录下来 就这样 有时间 我就揣摩一段神话 写写认识 写完一看 有哪些地方写得不清楚 我就尽力地去修改 越写啊 思路就越清晰 对自己的情形 看得也越透 对真理的认识 也越来越实际 感觉这样实行 特别地充实 这段时间的经历啊 让我看到了 追求真理的重要性 凡是临到 都要用心寻求真理 反省认识自己 实行神话 才能有收获 是 写出自己的经历见证 追求真理 追求生命性情的变化 太关键 太重要了 感谢神 这样交通啊 我对自己的败坏缺少 也有了些认识 我也总是以素质差为借口 对写文章 没有真实的负担 整天啊 光忙着做事 不注重揣摩神话 生命没有长进 现在我知道 该怎么对待 自身的素质了 以后我要多操练写文章 在追求真理上下功夫啊 感谢神 感谢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